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地狱宝贝》 故事开始 男主小帅和妻子小美在森林郊外买下了一栋二手的大房子 具体情况呢 涛哥就不描述了 总之这房子就差在屋底安个灯箱 写上此屋闹鬼几个字 但咱们的男女主却对这里是相当的满意 小帅还抱着怀孕的妻子转了好几个圈 以此来表示内心的喜悦 随后在入住的第一天夜里 小帅在收拾阁楼时发现了一盏复古的灯 一通电把家里还给搞得短路了 而女主呢 总感觉房子里有黑影飘过 估计是怕观众的理解能力有限 导演直接让邻居光头哥从窗外爬了进来 出来强行解释 说这栋房子死过人还传闻闹过鬼 让男女主赶紧离开 但男女主一听却更加的兴奋 说这里死过人还闹过鬼 肯定就不会再死人了 可以放心得住 那日本的房子你咋不去试一试呢 另外涛哥一听这个神逻辑怎么这么熟悉 至于怎么个熟悉法 由于个别的原因 涛哥是不敢说 反正今年这个疫情对吧 点到为止 画面一转 接下来的日子 两口子就待在这里安心的养胎 什么门窗自动关闭 窗外的黑影闪过 阁楼传来的风声 两人都是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然而这一天 女主正在浴室洗澡时 忽然发出了惨叫声 小帅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却发现妻子凭空的消失了 小帅也是急坏了 到处寻找 结果发现妻子好好的出现在了卧室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接下来 小美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她的眼神动作 行为举止 都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这天她洗碗时 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竟然忍不住的吸起了自己的血 而屋外的狗看到她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小美瞪了一眼 狗就被吓得跑开了 而小帅对妻子的变化 也是看在了眼里 并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但妻子说 自己只是怀孕了 性格肯定有些变化 这个时候 光头哥突然很无厘头的 出现在了小帅的身边 把小帅吓了一跳 光头哥提醒男主 他们家可能是进来恶魔了 一定要注意他妻子的变化 很有可能是被恶魔附身了 小帅自然是不信 心想这家伙疯疯癫癫 要说被鬼附身 也是这个家伙被鬼给附身了 到了晚上 小帅正在睡觉 忽然一个人从脚下 钻进了他的被窝 那神形 基本上就是拷贝了家爷子大神 小帅以为是妻子 想不可描述 正美着呢 结果钻出了一个面貌丑陋 散发恶臭的老太太 小帅一气之下 拿起了灭火器 就将老太太打倒在地 等到冷静下来后才发现 老太太已经是没气了 随后在小美的劝说下 本来打算自首的小帅 将老太太挖坑埋到了后院 小帅是一夜都没有睡好 也是这事换了谁也睡不好啊 随后小帅仔细仔细地 梳理了这两天的事情 认为妻子确实有问题 然后又通过网上查到的资料 他怀疑妻子是有人格分裂的症状 于是第二天 就带着小美去看心理医生了 结果小美刚进去 没五分钟就出来了 说医生已经看过 自己一切都正常 拉着小帅就要回家 小帅想亲自问问医生妻子的病情 但小美却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没办法 小帅只好带着她回家了 而她没看到的是 此时的心理医生已经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小帅和小美刚到家门口 就被警察郑义哥和谢鼎哥拦了下来 他们是来询问那个脏老太太的下落 而小帅哪见过这阵时 眼看着顶不住就要交代罪行 谁知那个老太太突然出现 还给了小帅和小美一个拥抱 原来小帅那一下子 居然把她的老年痴呆症给治好了 友情提醒 接下来的剧情 涛哥就不给大家讲逻辑了 反正是毫无逻辑可言 话说这一天 小美外出 小帅刚起床正要洗澡 结果在浴室里 看到了赤身国体的小姨子二美 这姐夫小姨子赤身相见 彼此都有些把持不住 谁知这时 光头哥又无厘头的出现了 三人就这么光着开始交谈 光头哥给他们分析了 小美被鬼附身的可能性 随后大家达成了一致 立刻要开始驱魔 但几个人都是门外汉 只能照着网上的办法 瞎闹一气 结果烧香引出鬼 房间开始地动山摇 鬼哭狼嚎 三人被吓得一路跑出了房间 但外面却是分平浪静 接着他们又接待了 前来询问心理医生死亡案的两个警察 但大家只是一番闲扯 什么中东局势巴以和谈 纽约明年的流行趋势 总之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120回一回正事都没有干 在两警察告辞后 出门就遇到了两个驱魔神父 熊大和熊二 原来他们路过这里 看到这里鬼气森森 认为将有魔君显示 反正就是这么的怯傲 画面一转到了晚上 小美将要临盆 小帅二美光头哥三人是荒作一团 眼看着小美的肚子越来越大 而且开始飞升 却束手无策 没办法 他们只好叫来了那两个警察 而警察呢 还带着熊大熊二两个神父 接着就开始了大家 见过无数遍的驱魔场景 呃等等 不过这个咒语念得也太不走心了 连九块九包油都不算 不过有句俗话 小肌尿尿各走各道 你别看这俩草包神父 咒语都没有背会 但效果还是有的 随后小美顺利的生下了一个男婴 然而大家还没有高兴多久 小美的肚子就又有了动静 这次居然生下了一个面容恐怖的怪胎 她上串下跳 行动极为迅速 而且还见人就咬 二美是不幸中招领了盒饭 接着警察偷头哥开始开枪乱射 结果把郑义哥给打死了 而最后死的是熊大 眨眼间这么多人就死于非命 这时小帅勇敢的站了出来 他从阁楼拿下了那盏古董灯 瞅准时间插死了这个小恶魔 一切就又恢复了平静 影片的最后 小美小帅和光头哥 当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 开心的给孩子起着名字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美国无厘头爆米花喜剧恐怖片 条段有些老套 不过消磨时间还是有点用处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